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获得当选的 是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自由 台湾的尊严以及人权 我们很多人 很多基督徒 很多教会 我们会是陪着你们一起走这一条路 辛苦可是值得 千万不要放弃 佛罗说希望我们你苦得了 希望众生你苦得了 你对于宇宙同志 即便不能让他得到快乐跟幸福 你不要争议其苦 你不要做帮凶 所以记得公投的时候 十、十一、十二 你要打叉 十四、十五 请你打圈 面对佛陀 面对你自己的良心 谢谢 大家都知道 明天公投的题目里面 有五题 关于同性婚姻 还有识别性的教育的题目 那在日前 有赵会法师 然后陈思豪牧师 张茂真牧师 然后还有 总统府人权委会的委员 叶大华委员 还有原住民族政策协会理事长 吴杜明将 还有玉山协权会的老师 陈文山老师 还有曾树敏牧师等人 共同发起了一个宗教人支持同性婚姻法治化及性别平等教育的声明 那这个声明其实在网路上的传递 在短短几天之内 已经有将近九百多位的不同宗教的信徒们的连数 那也在今天 在选举前的一天 我们邀请到这些发起人 发起的伙伴 跨宗教界的伙伴 来跟各位说说 为什么这么多不同宗教领域的 不管是牧师或是教授老师们 今天会来发起这样的连数 然后支持同性婚姻的法治化 还有性别平等教育 我很高兴这一次的选举 终于有一些议题是促过蓝绿的 真正呈现了一个公民社会里面 并不是非兰吉利的绑架的 我们对于公共议题 有一些自主的意愿 那么其实呢 在这里面 我对于反同婚 或者反性教育的相关公投 其实是非常不以为然 特别是反同婚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异性恋者他要嘎一脚 来决定同性恋能不能结婚 那异性恋他本身的结婚 并没有经过同性恋的能力 为什么反之却可以 所以他基本上 这种公投 就是隐藏着骑士的公投 也就是说他根本上是跟宪法一出的 但是呢 既然已经被通过了 经过宗教界大量的援索通过了 那么我们也只能面对这样的提案 而以不反制 因此呢 我在这里呢 就是特别的呼吁一下 我们这个佛教界 法师跟居士们 还有一些 比较对佛教有亲切感的民众们 大家听听看 为什么佛教没有理由反对同婚 因为事实上 佛教的典籍里面看不出 对于同性的情欲跟异性的情欲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基本上情欲它就是本能 基本上既然是本能 就没有所谓的神圣 但也没有所谓的罪恶 以本能形式 如果叫做罪恶 大家会下第一 为什么我们犯现某些情欲可以变成神圣化 某些情欲却变成是罪恶的 这种恶分法 从何而来 在佛教时找不到任何的典禁一句的 如果这些反同婚者 他对于重情之欲是如此的敌视的话 那么请问一下 你们异性恋者的欲望有一个出口 是什么出口呢 就是结婚 那么同志为什么没有一个出口 你要逼他往哪里去 你是要逼他无路可走吗 逼他无路可走 对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 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保守的佛教徒 你自认为应该要节制情欲 那么你就应该让他的情感 他们的情感获得祝福 他们的情感获得社会的支持 对我来说 我觉得台湾反同势力 其实并没有脱离这样子的历史轨迹的高界 台湾反同势力复制德国纳粹领袖希特勒 憎恨其事之恶 就是在经济 医学 社会 宗教 等等各种面向上面 不断的制造 假宣传 假新闻 让德国人民被呼隆跟洗脑 相信犹太人跟同志 是德国社会崩毁的人凶 是烈人的种族 我想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 基督信仰不是要定别人的罪 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 所描述的假冒为善的一群宗教领袖 来对照台湾保守级右派反同基督教团体组织 他们都同样犯下相同的错误行为 在2013年以前 我是反同的基督徒 从反同到认同同志的契机呢 是在2013年基督教会发起反同为时的爱家游行 在这个游行之前 我先是被教会团体转发的抵制性评教育影片误导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影片 是移花接木 未造成恐慌的手法 在教会抵制2013年多元成家提案的众多宣传文宣里面 我看见非常多的谎言跟抹黑 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企图造成的社会恐慌 这让当时还是不能接受同性恋的我 选择站出来反对教会的游行诉求 当时我觉得虽然我在信仰里不能接受同性恋 但是我不可以用信仰去压迫别人的存在 如果我继续选择站在压迫他者而来的安全感上 去过我的信仰生活 我相信我不但靠近不了上帝 甚至连我自己的人性也离得很远 基督徒邀请你 请试着离开舒适圈 穿越那个让你感到不安的宅门 好让你的手更有能力的拥抱世人 在19世纪之前 人类是会看他们 看所有的同性性行为 是把它当作是异性恋者之间的性行为 那是被看为逆性的 被看为不正常的 被看为病态 被看为是违反道德 所以圣经会有负面的陈述 这个我不觉得意外 可是已经到了21世纪了 我们必须重新去检视 我们现在在我们周到的这些同性恋者 到底是不是圣经所描述的 如果不是的话 千万就不要把那个时候圣经的定罪 直接用在现在同性恋者的身上 我要呼吁的对象就是更广大的 台湾94%以上的非基督徒 我实在很难想象 如果不是基于宗教信仰 情操或是说热心 来反对同性恋 是不可能走到这一步的 台湾人我们是很有人味的 我们即便讨厌某一个族群的人 我们也不会这样子的站出来 压迫他们的社会权利 甚至于让他们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就算你真的认定圣经 是反对同性恋的 那就请你在你自己的教会这样子反对吧 如果你的教会 不容许同性恋者存在的空间 那让这些同性恋者到其他的教会 我相信还有很多的牧师 很多的教会 他们是在他们的信仰上接纳这一群人 我们尝试在这些关注的过程当中 提供我们能够做的 包括许多知识性的聚会 然后专业的讲座 甚至很多时候需要大半夜接听电话 或者是临时有人来求助 我们需要来到外面去陪伴这些忧郁 或者是恐惧发作的朋友 我们发现在过去这段 面对公投的历程 还有这个时间当中 有身心灵受创的人 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 在所谓爱家公投的开始的时候 就有学者指出 其实这场公投不论结果如何 其实造成同志族群最大的 其实就是身心灵的伤害 有学者举例以美国的例子 在2004年美国有14周 举行了这个婚姻定义的公投 就是跟我们今年的公投 有一案非常的像 希望婚姻只能限制在一难一律 而2010年呢 就针对了这04年到05年的这个期间 精神疾病罹患率 跟01年到02年期间的数据发现 这14周自我认同为同志的人呢 在2004年到2005年 其实在情感性疾病 就是我们称为忧郁症 或者是躁郁症的罹患率 上升了36.6% 焦虑症上升了248.2% 等于是增加2.5倍 而久隐呢就上升了41.9% 另外一个例子是爱尔兰的例子 在2015年5月23 爱尔兰举行了婚姻平权的公投 隔一年的研究发现 在这个婚姻平权的公投期间呢 爱尔兰的LGBTQI族群呢 他们的影响 发现有71%的人 在公投期间的情绪是负向的 63%的人感觉非常的悲伤 27%的人很少有快乐的感觉 许多爱尔兰的同志 公民想到公投期间的经验呢 80%会感到难受 66%感到焦虑 64%觉得沮丧 这个同志的婚姻或者是同志教育 拿来成为一个公投 其实最最受到伤害的 其实就是同志的社群 不止同志社群 包括许多支持跟力挺同志平权 或者是婚姻平权的 异性恋的朋友 其实在我们过去的实际经验当中 也有很多很多的人 其实是来到我们的教会 或者是甚至像 跟同志志群热线来接洽 有很多的心理上的需要 其实是需要被照顾到的 收集了15到35岁的年轻人 他们对于台湾 是不是一个友善不歧视的环境 做了一个这样的问卷调查 那这个问卷当中 特别问到就是 大概有七成左右的 这些受访的年轻人都表示 他们曾经遭受过歧视 那歧视最严重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永远都是 学业成绩 圣贤主义造成了歧视 第二个原因 就是所谓的性倾向 性别特质而造成的歧视 这个大概有将近七成 所以像从这样的调查里面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为什么我们这次在讨论 探究公投的这个性质教育 到底该不该纳入 同志教育的争议当中 其实有很长久的这个社会脉络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这个现象本来在教育体系现场当中 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 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政策 他必须要致力营造一个 对我们下一代的一个不歧视的环节 所以你必须要认识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所以有了这样的同志教育的这些教材 跟教育跟各种多元的管道 来提供这个资讯 或是必要的资源 可是很可惜这一次的公投案 经过这么多年比较保守反对的 家长团体也好 或是某些政党势力也好 所以他们把这个本来国家应该扛起的责任 把它交付作为人民公投 那其实公投本身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在 有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主张自己要什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那在追求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你必须要听不同人的意见 那这一次公投我觉得比较让人家遗憾的地方 虽然我们大幅的松绑了相关的这样的门槛 包括下舍的年龄 但是呢 基本它造成的结果反而是让更多的人权议题 被当作公审的目标 并没有办法促进我们好好的去促进对话 或理性的思辨 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公投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国家的问题 所以在我们在推动这个连署过程当中 我们非常清楚的点出了两点 一个这个绝对是国家的责任 今天不管公投的结果会如何 不管是支持或反对的 能不能得到各自所需要的 我都觉得这都是应该要回来去问 我们的国家到底有没有办法扛起这个责任 营造一个真正没有歧视的友善的下一代的环境 万女士男长的宗教信仰 记得一件事情就是 当你在说 当你在不了解同志的口出 不友善的言论 不清楚的言论的时候 可能无心的伤害的僵尸家里的同志孩子 好 好 那 那也跟台湾同志朋友说 就是今天这些教会的朋友 不同宗教系的朋友 还有台湾的各地的同志朋友 会陪着同志团体 会陪大家一起走下去 那希望 明天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希望跟未来 那我们最后喊口口 好 慈爱台湾 慈爱台湾 良好三坏 良好三坏 慈爱台湾 慈爱台湾 良好三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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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二坏 好三坏 座 我也有 好三坏 好看 这一杯